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桃园市平正区正庸路上的一座客家大院 它充满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大瓦屋 也是一间历史悠久的中药房 它是千寝地 千寝地屋前伴随着一条绿水溪 它是平正区主要的河川 拥有八角塘充沛的地下水 带给千寝地很重要的资源 它这条叫绿水溪 当初黄复兴号为什么会在这边泡药草 泡所谓的龟板 是因为当初它的上游是八角塘 八角塘那个地方有地下水源 所以它出来的水是非常的干净 由于千寝地的所在地理环境 生态丰富 除了有丰沛的水源之外 当时中药材取材不易 千寝地运用当地的资源 种了许多中药材 当初这个胡椒树 也是应用在药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药材之一 然而近年来千寝地所在的谷处 泥水屋瓦水裂频繁 是否为了让更多的游客 能够欣赏老屋的古色古香 并了解中药材的制造过程和文化意涵 计划修复这座谷处成为千寝地中药古史屋 透过这样的修复 千寝地可以更好的向游客介绍中药文化和中药制作的过程 绿水溪生态步道是民众钓鱼和修器的好去处 在步道旁有一间用石砖堆砌而成的博工庙 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也显现出客家居民对大自然的敬畏 绿水溪生态步道位于桃园市平正区 步道沿着绿水溪通往八角堂 八角堂因河道曲折 折成八个大湾而得名 有时居民会在此垂吊休息 在八角堂的稻田旁沿着小径走 可以看见一处名为八角堂福塘宫的博工庙 这边是叫做福塘宫的博工庙 是这边的居民的信仰中心 传说就是这边曾经发生过淹水 就是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所以决定盖了一间博工庙 想要镇住这边地方的土地 然后真的就是盖了这间博工庙之后 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淹水过 然后就是非常灵验 这家居民的早期的博工庙 大多数都是没有神像的 可能就是有一个香炉 或是叠几块石头来 就是直接磨拜起来 这算是比较大自然的信仰吧 如果您有空 欢迎到绿水溪生态步道 感受清风吹拂 享受苗语花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